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今次看我的Live 今天想为大家推荐一款新型指向的USB电容麦克风 那就是我们的Komica,Komai这个品牌的最新发布 STA-U2系列 那么我手上这一支呢就是STA-U2是专门为这个桌面设计的 而不是悬臂支架那种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那这一支麦克风的设计呢是真的很好看 那下面有一圈动态的RGB的灯 那它一共预设了六种不同的灯效 你可以通过麦克风背后的按钮来进行一个切换 那做直播什么的是很有氛围感的 我自己呢最喜欢的是它这个彩虹的这个预设了 那整个机身呢它是金属的一个材质 是非常有质感的 那么它的这个底座呀 它也做了一个这个防滑电的设计 那整个麦克风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稳的 那现在呢我们来换上这款麦克风来录制 接下来的节目 好的那现在大家听到的我的声音呢 应该是非常的立体和干净对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麦克风上有两个按钮 使用下来呢与其说它是按键 我们倒不如说它是块屏幕 因为你按压它的时候并不会有这个按键的感觉 触摸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那上面的这个静音按键 下面呢是一个声效切换的按键 不是实体的按键的好处呢 你是可以大大的增加了它的使用寿命 而且你也不需要外置这个声卡 它因为它里面已经内置了唱歌呀播客 还有直播这三种场景的一个音效 那下面的两个旋钮呢 一个是控制麦克风的增益 另一个是控制一个监听的音量 对的你可以将耳机插在麦克风上做一个监听 特别是在唱歌的时候 你可以很清晰的听到自己的声音 那这款柯麦的STA-UR系列呢 也为这款麦克风设计了一个简震支架 那可以很有效的过滤掉震动啊 喷麦啊 或者是气流声等等的噪音 那很多爱看我频道的朋友啊 经常会问我的问题呢 是如果他们开始做自媒体啊 做直播或者是游戏直播等等 那特别是室内的情况 我会推荐什么麦克风呢 其实我一向在室内啊 我都是推荐这种新型指向型的电容麦啊 因为它的指向性 所以它只会接收来自声源的这个方向的声音啊 那可以有效的隔绝掉其他不必要的噪音 而且在USB的这个插口呢 你是可以既插既用也不需要充电 那再或者你也不需要去外接这个声卡 当然了如果你要在室外用啊 也不是不可以的 那这款科麦的这个STA-U2系列呢 我认为它是非常有诚意的一款麦克风产品啊 它并没有很多的花里胡哨的功能 确实作为一款麦克风也确实没有必要有那么多这些不必要的功能啊 重要的呢是对音质的一个把控 而在我使用下来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呢 它确实是我每天上班或者在开会 偶尔我会录一下歌啊 都会用的一款麦克风 效果呢 真的是我本人清测是非常优秀的 那如果你也对这款麦克风产品感兴趣的话呢 希望你也可以去试一下 好的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呢 希望你可以一键三连还有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